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延长一下 好吧 怎么不能翻呢 好 各位老师 在座的都是我的老师 因为我这一块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汇报这个课题呢 原来不是这样子了 后来我想想 我说还是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工作吧 有哪些不对的地方呢 或者是有大家要提出疑议的地方 在汇后 可以给我联系 好 谢谢大家 我给大家今天汇报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作为人体科学 为什么叫村林学校的昨天和今天 就是以前我们做了一些研究 现在呢 也正在做 但是我们未来怎么走 怎么做 可能我们在座的各位 可能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这样的困惑和都有这样的想法 小声 小声 对着这边也不行 因为这边还有人呢 这是 我要感谢我专家团队的老师 对我们的指导 朱聂林 龚泽宾教授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这都是沈金川教授 伊纳明教授 宋猛之教授 有很多 包含我们去年做了40年的人体科学纪念会 我要给大家汇报的是什么呢 就是人体科学做这一块 就是郭平 你是一个大学老师怎么走上了这个研究的道路 我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呢 我是一个心理学的老师 通过研究心理学 然后走上了研究人体科学 因为在高校的原因 所以揭示了这些专家 所以我比大家幸运的一条 就是我刚开始就得到了这些专家老师对我的正确的指点 所以我几乎没有走弯路 在这里呢 我是非常幸运的 所以呢 我要再次感谢各位老师 对我 对崔林学校的支持 谢谢 那个 当代科学无法解释的奇异现象 因为这中间呢 我接了很多很多电话 就包含做这个会议的中间 我接了很多电话 有人说要治疗疾病了 有人要做其他东西了 我不在这意义复苏了 我就想说 我们现在在做的 对于这个奇异的现象真的存在吗 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再问了 今天我们在做的 大家都是研究者 还是见证者 也是亲身经历者 所以呢 这些话 我就不再那个 不再谈 第一个 第一个来给大家做着 怎么还是不行呢 好 这个人体科学的基础论资 我要告诉大家 在此里面 可能还有一些 做全脑的老师 有很多是做全脑研究的老师 因为大家也看到了 我也做全脑 因为我从做全脑的孩子里面 去选择特有功能的人 去专门的去培养这样的人才 所以呢 我们做全脑的老师呢 一定要打开我们的眼界 然后呢 不要让我们的思维观念去禁锢 因为我后期呢 在座的老师 可能你们也做了很多 但是我这边呢 做了一些这样的实验 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 不可能 然后呢 我们应该要什么 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和认识论 就是我们一定要正确的认识它 包含这个朱毅老师 刚才也谈到了 我走在这个路上 我也哭过很多次 我也迷茫了很多次 但是呢 我一直坚持不懈的 还要继续的走下去 因为我亲身经历见证了 所以呢 作为一个研究者 我会一如既往的走下去 这个可不行啊 大家要是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可是一直那个上 我给大家说的是 我们前边做过的 就是我春莹学校以前做过的 包含这个顿数 大家可能会说 原来我也没听说过 但是在研究当中 突然之间就做到了这一点 像这个GPS的顿数啊 像这个水盾呢 火盾呢 木盾 土盾 还有风盾 冷火 我在这里边呢 会简单给大家汇报一下 但是我首先要说 我所有做的这些 都不下于20次以上的实验 而且呢 也有幸请到了国内 国外的这些专家 来我这里验证 包含在座的这些专家 来这里验证 来这里做时钞 包含这个计算器的自动 两年前我做这个计算器自动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郭平你是个疯子 甚至我们学校有一个领导就说 郭平 你做一个大学的教授 你怎么搞这个神叨叨的呢 我就没理他 我就一如既往的再继续做 做到现在以后 他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跟我说 郭平我要把我孙子送到你这里来学习 那我呢就白谱说不行再等等吧 后来以后他也就是说有 二十多天吧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他已经把孙子 经过了再三求我 我们已经生下了他的孙子 所以呢 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 你们都是在每一个领域里 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你们呢一定要坚信我自己做的 不要被别人的语言把你给阻止了 你一定要坚持往前走 一定有收获 谢谢 谢谢 怎么回事 那老师 老师耽误时间 这个 原来听过我们的课程的时候 可能也看到过 在哪里会好一点 这不方便 那我翻吧 一张一张我翻吧 看过这一点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说 这个手机是什么呢 原来六月后 你听过我的课的时候呢 我可能跟大家讲过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的学生的家长 曾经为妈妈揮个手 曾经为孙一孩妈妈揮个手 这是我们的学生 这是我培训的学生 原来我可能叫弟子班 现在我叫总子班 他是什么 我们做了所有的对数 都做完以后 这个对数是什么 是他妈妈的手机 丢失了五天以后 丢失了五天以后 他搬运回来的 搬运回来的一部手机 还有一部手机呢 是曾经为同学 他就是妈妈的手机丢了 他一看孙一涵搬运过来了 心里痒痒 那我也在搬运 把我妈的手机搬回来 搬了以后 不是他的手机 是别人的手机 也是差不多同等号码的 所以他把这个手机搬过来以后呢 里面有密码 那怎么办呢 就叫他一种方法去解读 然后他用这种方法 把密码解读开 然后手机正常来使用 还有一次我们搬运的时候呢 也是在一个会场 当时也是一个会场 当时五十多人 这里面有在座很多老师都参加了 那他就是搬运了一个手机以后 从水里面搬运出来一只手机以后 因为进水了 这个手机到现在 还在伊纳明的手里面保存着 往下搬 这一块呢 是我们做的活虾 因为活虾搬运 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 柴叶盒子里 然后通过一种方法 让孩子搬到一百米以外的地方 然后在土里十公分 等到我们把它扒出来的时候 它还是一只活虾 它有十七公分长 是一只活虾 往下搬 这边也是我们孙一涵同学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是垃圾桶 这个垃圾桶我们是做比较的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大花盆 里面还有一半的土 因为当时我们拍的时候 就是那个换了一下方法 它是也是通过一种搬运方法 把一只花盆里面有土嘛 从外边搬到自己家中来的 这都是家长都在后边坐着 这个是殷教授和我们一起做的GPS顿述 这个GPS放在盒子里六分钟 从郑州到扬州 又从扬州到郑州 因为我们搬运其他东西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说 那没有显示 你怎么能说呢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和一达明教授 和公泽兵教授 做了很多次GPS的实验 这个实验就是放在盒子里 然后呢 它有轨迹有路线 我们这个实验呢 已经做了将近40次了 往下翻 这个呢 是朱聂林老师 18年的时候来郑州 然后朱老师呢 通过高校里面 研究了一个数字发射器 这个发射器呢 它是干嘛呢 它是有这个 里面数字是有变化的 一个是可以飞出去的 这个可以飞出去的 自动出去的 这个呢是留在下面做比较的 但是孩子把这个数字飞出去的时候 飞出去的时候 等到它回来的时候 这个机器全部归零了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飞出去的时候 它是有数字的 但是等回来的时候归零了 当时我和这个朱聂林老师 我们就在谈 为什么这个数字出去以后 这个数字是滴滴答答带响声的 然后回来的时候 它就归零了 就所有的数字都变成零了 这是为什么 谁把这个数字给关闭了 然后因为孩子全程 就没有动的情况下 就像我们现在在场 就是把一个 把一个这个仪器放在一个盒子里 然后不让孩子触碰它 这些东西飞出去 然后再飞回来 属于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它又变成零了呢 这也是我们作为研究者需要思考的 我们不是看稀奇 我们要考虑这个实验 它后边 后边要带动我们的这些问题 要让我们思考的问题 往下 这个我跟大家简单说 这就是木顿 从木头里面对出来 从土里面 然后对出来的这些东西 就是随便在地下挖一个坑 所有的东西呢 它都从炖到土里面 也可以从土里面回来 继续 这个是手里面兑的水 可能原来前两天 我在群里发了一个小视频 那就是孩子呢 就是拿着一个空空的水瓶子 1分025秒吧 从水里边 有的是兑出了酒 有的兑出了水 往下 这个是封队 这个非常有意义 为什么我昨天晚上加班到2点 把这一块 就是做了这个PPT 有点很仓促 这个是18年 我们去10月份 我们去北京 去带着孩子 去见这个周教授 去见宋教授的时候呢 现场宋教授要给孩子几千块钱 然后要给礼物 宋教授非常喜欢我这个孩子 然后我的孩子不收 然后说 这样吧 我给宋教授送个礼物吧 就在伸手在空中 抓了这个加拿大币 这个币应该还在宋教授的手里面 谢谢 往下 这个是火炖 火炖呢是什么 因为当时是用越大的火炖 炖出的东西会越大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现在这个在学校里我们没有 所以呢 就找了一个水果的盘子 在水果盘里放了一些白酒 然后点燃它以后 在里面炖出了 大家应该看到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前学生的纪念币 我们谁都没有这个东西 全国也是很少的 对于那个航天纪念的一个纪念币 往下 这个呢是我借用了 这个朱老师的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的资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那个实验资料呢 我昨天晚上加班 从这回去十点多 加班的时候找不到了 我就借助了这个朱老师的一个 一个这个自动 我叫冷火 因为我来做这个的时候 我叫他冷火 到因为叫什么 这个不重要 就是怎么能说明问题 就是一盒的火柴 因为当时是 这个一大名老师来郑州 正好是他的生日 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说送给苏老师 送给这个一大名老师一个礼物吧 送给什么呢 因为对于这些老师来说 实验是他们最好的理由 所以呢 这个孩子呢 就拿了一个火柴 拿了一盒的火柴 一根火柴燃烧了 其他火柴没有再燃烧 所以是非常奇怪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火柴如果燃烧的话 都是燃烧的 不可能一根着了 其他不着 所以呢 这是朱念玲教授以前做的实验 我拿这个也是朱老师呢 已经早已都有的 我就借助了朱老师的图片 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谢谢朱老师 往下 这个是我的学生 这个是公正斌教授 在带着几个朋友 来过郑州做考察 对孩子考察的时候 当时我们现场拍了一个相片 这个拍的这个相片 叫一年摄影 就离体的情况下 拍的一个他学校附近的这个相片 是这个相片 当时拍的是这个相片 拍出来以后 郑教授不让孩子走 让孩子的妈妈 带着这个 带着这些实验的老师 考察的老师 然后走到这个地方 这是远景我们拍出来的 远景这是当时的情况 因为当时是九月几了吧 已经没有树叶了 就已经干顾 这是我们现实拍出的照片 这是孩子当时意念摄影拍出的相片 大家看到了吗 很多人看的时候说 那这个相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 我第一眼看到了 同时的一个时间点 这是在同时的一个时间点 为什么季节不一样 为什么季节早了一个多月呢 孩子是可以追溯过去的事了 所以为什么 所以我就给这个 那个宋教授 给这个郑教授我就说了 我说同时一个时间点 拍出了相片 时空是不一样的 往下 这是六月二十八号 我做这个思绪班的时候 我对 我觉得我一个人做 大家还是不相信 我想说 希望爱好者聚在一起 我们大家一起 我愿意来分享我的培训经验 所以呢 我就举办了几期 这个十月份 马上我还要再举办 所以呢 我就举办了一期面向全国 这个学生 就是招这个老师 来分享我的这个经验 然后当时在现场 有一个老师没有来现场 就是这个学生就没有见过老师 他不相信 他就跟我说 也是我一个朋友带过来 他说郭平 他说郭老师 你要是让你的孩子 能把我一年拍下来 我就相信你 后来以后 我们的三胞胎妈妈在哪了 在这 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都是我的学生 三胞胎 我一直说人生大赢家 所以呢 他的老二就拍出了这个相片 他在北环离我呢 将近有二十公里吧 有二十公里的地方 拍到了我现场的相片 当时这个老师不是太清晰 这个是明通老师 他带过来的朋友 拍了他不是太清晰 但他当时在的角度是一样的 把他吓得 当时就说 我拜你为师吧 我说我不需要 我希望你 要是真的对这一块 要是认可的话 用你现在的资源 让更多人受益 然后把我们的研究进行下去 我下 这个是大家都说 你拍了很多相片以后 那这些相片怎么来证实呢 是不是你以前在脑子里 都存留这个意识了 所以呢 我们在孩子不知道的情况下 殷大明教授 在这个我的办公室 做了一个特殊的背景 做了一个特殊的布景 在花上放了一些东西 然后让孩子在隔壁的屋里面 一面拍摄 远程的拍摄 所以呢 孩子就把当时那个情景给拍摄出来了 所以这是我们临时做的这个布景 拍了五张 拍了五张 对 拍了五张 这个呢 可能我为什么要 我只要是分享给大家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相片呢 是我让孩子追溯我的过去 我说未来我们是可以的 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儿 我们也做了一些 给一些单位做了一些破案的事儿 但是我们不对外说也意念了很多 就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儿 非常非常的准确 就是从我这张相片开始 我说你就追溯以前发生的事儿 就是我已经过去的事儿 他把我三个时段的用过的东西 同时集中在一个相片上面 也就是说把我17年带的一个镯子 13年穿了一套衣服 包括15年的模样 全部集中在一起呈现出来这个相片上 所以我就说人难道所有 还有碎片化吗 为什么还会这样子 所以我对这一块是非常感兴趣 我并不是说孩子们拍出了什么 我主要是他拍出来以后的东西 我们作为研究者一定要善于观察 这个我是不愿意放 但是后来以后 这个曾念仪老师也说放 我就把它放出来 我说追溯未来 那我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就是现场还是在手机理体的情况下 拍出了我80多岁以后的样子 我说真丑啊 所以我就想说难道说人生有电视是电视剧吗 是可以是我们可以编辑吗 是不是我们的人生通过我们的修行 通过我们的言行 通过我们的言行举止 是不是可以改变了 所以大家说英国也好还是说什么也好 我总而言之一句话 我就说做人做事一定要守心 要守住我们自己的本我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 这个是4月12号 4月12号我们的一个学生一年拍摄 因为拍了很多身体里面的东西啊 哪里不舒服全部拍出来都是正确的 甚至家长都不知道 有时间到了 好 那么最简单只说这一点吧 这个是什么 是这个家长拍的时候呢 这个让孩子拍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个人怀孕了 从身边过做实验 拍出来身体里面是一个女孩子 那当时还有两个月 对吧 还有两个月才生 但是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出生了 就是一个女孩子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在下面给分享了 本来下面还有这个 那个鸡蛋粉丝呢 我想 我来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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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简单说一下 因为我们自编老师 这个是77中的孟校长 前几天去我学校了 她说你既然这样子 你给我拍一个 她和她夫人说 我要二七塔的相片 用她的手机没有解密码 然后她说她要她的 她夫人说要二七塔 她说我要大鱼米 两个孩子拿着手机 在没有解码的情况下 拍出来二七塔的大鱼米 下去 往下 这个是植物开花 就是她没有开花的时候 学生让她现场开花 下去 谁用这个 这个是绿豆发芽 这是郭泽斌在这了 往下 这个是鸡蛋粉丝 我向大家汇报一下 因为做这个鸡蛋粉丝的时候 绿豆可以发芽 孙楚林老师也做了鸡蛋粉丝 反生 我也看过这个视频 但是我就想到说 鸡蛋反生了以后来做什么呢 所以呢 我就做了这个鸡蛋反生的 这个实验 当时我们到现在为止 已经做了将近六十枚的鸡蛋 我是说成功的啊 成功的鸡蛋 做了六十枚的鸡蛋 做了六十枚的鸡蛋 但是原来反生的时候呢 我们一直就反生了 就觉得就行了 后来以后经过一些前辈 就提醒 反生以后 要让她有一个展示 就是说你知道 要让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 就是把鸡蛋反生以后 就是专门找到了我们的那个 郭老师也是一个小学的老师 站起来啊 郭老师他也是个不信的啊 我们当时去找他的时候 他就在说 不可能你说神经病的话 哪会能鸡蛋还能反生呢 祖熟的鸡蛋能反生嘛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 还有这个省人民医院白主任 白卫云主任 他是一个在职的医生 主任医师 我们在他们的权威的见证下 做了鸡蛋反生以后 再去孵化小鸡 经过二十一天吧 这是我们孵化出来的小鸡 这个黄色的是反生的鸡蛋 反生 主手反生以后孵化出了小鸡 这个颜色呢 是这个生鸡蛋 因为我们同时买的一批鸡蛋里面 为了做一个对比性的实验 所以 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 因为我和那个白主任和我们的团队 经常会去现场去观察 因为反生出来以后 他的鸡壳字 说你为什么能保证他就是煮熟的鸡蛋呢 因为前面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这个鸡蛋里面呢 都是作用记号的 就是是谁做的 哪个孩子 几月几号做的 当时的验证人是谁 研究者是谁 所以呢 我们都做了一个标记 二十一天 是二十天还是二十一天 二十天半 不到二十一天 当时反生了 那个时候是八点 给那个五华文教授 我们当时在北京开那个成立大会 当时把我高兴的呀 我说呢 正好我们要有一个成立大会 这个鸡蛋就反生了 当时有虔诚的录像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往下一点 再往下 其实我想给大家分享最后的一句话 就是说什么 世上 这也是叶剑英这个同志说的一番话 我呢摘操了下来 因为各位前辈这一块他们都知道 就是世上 世界上只有未被认识的事物 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 我就是被这一句话引领着我 一直往前走 我也哭过 也笑过 也那个彷徨过 也迷茫过 好在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引领者 很多的这些专家来支持我 所以呢 我才做了这么一丁点小小的成绩 那我就想到说 这些事做出来以后 学生有这些能力以后 他们将来干什么 他们能为人类做什么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我并不是来说 郭平你来了这个会 你就想让大家去炫耀 我不是 我不敢 因为我郭平真的是一个 连朱老师都说她是一个小学生 我说你是小学生的话 我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我不敢 在人体科学这一块 我永远敬畏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 都有自己的专长 但是我们的专长 能为人类带来什么 能为我们国家带来什么 这是我们真正的研究者 要考思考 要考虑的问题 好 那我就在最后一章 让大家看最后一章 这一章就不再看了 所以我说我们在座的 在座的各位 不存在真假 一定要说我们不存在真假 所以有那个郭说 郭老师 你过来让学生展示一下吧 像我们的叶子复原 很多国外的专家都来 现场来考察过 都做过 我说我不展示 你爱信不信 我这个说话可能也有点不好 煽动的比较直 我说你爱信不信 我说我这边做怎么样 我没必要给你展示去看 但是如果有考察者来说 郭老师 把这个再做一个实验 我们追究他后边的应用 我会不惜余力的 给他去展示 我不会因为你的好奇 要给你去展示 这个 谢谢 如果再说到各位 如果想研究 想探讨 我们想一起往前前行 想前走的话 我过去欢迎 崔林学校欢迎 如果说为了看稀奇 来崔林学校说 来展示一下 给我多少钱 对不起我不做 没有时间 所以说 这所有的这些 只是人类对真理的探索 又向前迈了一步 他不会停止 他会继续前行 这些前行当中需要我 需要你们 需要我们专家 需要我们在座的各位 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 谢谢大家